而南投有一位九十几岁的老先生 他在吃地瓜粥的时候 不小心噎到了 旁边十岁的曾孙 赶快打电话跟119求助 还好消防员就透过了电话线 教他怎么样用哈姆利克法 成功的救回阿兹一命 家属慌张求救119 十岁小南投赶紧把电话接了过去 因为94岁的阿兹吃地瓜粥 不小心噎着了 这下该怎么办 电话这一头 消防员一边教小南投很镇定 一边操作刚学到的哈姆利克法 顺利救了阿兹一命 靠着消防人员一边讲一边学 阿兹醒了 小南投立刻现场示范 说自己当时就是这样 把噎着的阿兹给救起来 教我哈姆利克法 那我就去用 然后他就吃地瓜粥噎 然后就把那个地瓜弄出来 十岁小南投临围不乱 利用电话教学一边试着操作 虽然是临时抱佛脚的哈姆利克法 但照着做救回的是阿兹的一条宝贵生命 中天新闻周大祥 南投报道 阿兹的一条宝贵生命